原本开心的迎新活动却突然变了掉 这是花莲慈济大学在今天举行迎新活动 却突然传出有学生疑似食物中毒的消息 校方紧急通报消防局将多位学生送医治疗 现场情况呢 我们立刻把时间镜头交给记者于晨显 新的主播慈济大学传播学系 今天举办大一的迎新活动 总共两天一夜的素银行程 却传出有多名学生食物中毒 消防紧急通知消防局派出多辆救护车 将学生送往慈激医院就医 带来看一下医院的现场状况 画面中可以看到有学生脸色苍白 坐在轮椅上吊着点滴 还是不太舒服的样子 一旁还有家属帮学生按摩腹部安抚情绪 根据了解一共有11名病患食物中毒 包括两名男学生和9名女学生 而且不止这11人校内还有其他学生 有轻微腹痛的状况 还在接受评估要不要送医 而原本开开心心的迎新活动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中毒 还有待调查厘清 以上是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